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GQA项目的一个学习阶段 在回顾的GQA基本使用之后 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GQA的一些软码 当然我们的学习就不是说把GQA的软代码一行一行的解释 目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想把这些前面的知识看它在GQA怎么用的话 我们首先就需要GQA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了解 因为通常我当初学的时候 我最开始是一行一行的看代码 但是这样经常是看不下去 因为它代码太长了 从早期的1.0的1800多行 到现在最新版的2.1几的时候 都已经上万行了,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按照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思维的话 你通常是想整体上新对GQA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股价的了解 然后接下来了解之后 接下来就需要看一些具体的方法的一些细节实现 是不是 那么我们我们这个小的那个项目实战 miniQA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对GQA的一个股价有所了解 当然如果只是一个了解的话 几分钟就说完了 是不是 通常是你想了解的股价 然后你通常 而且你接下来就想 把这个股价的一些核心功能 想自己实现一次 而且自己实现一次的时候 如果你想像GQA那样考虑的很周到 比方说考虑浏览器金融性 性能 还有一些防错 防错方面的并程 比方说有一个方法 本来他希望的参数是一个传的是一个函数 那么你传一个支付串 或者传一个对象 会怎么样 他要进行在这个代码里面进行一些判断 一些处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后面的课程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把GQA的股价搭建起来 同时让我们写的那个mini query这个酷呢 模仿着GQA一个基本的实现 一个精进的实现 我们的精进实现呢 就不考虑那一个GQA的一些 比方性能的 流浪器金融性的 然后那些防御 防错的 防御性的一些冰层的东西 只是为了让我们那个mini query 看上去像GQA 而且能够润转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当你把这个东西学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对GQA一个整体的 运行状况有个了解 了解它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精读GQA本身的软代码 这就是我们整个阶段的一个目标 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挑选一个版本 是不是 因为早期你这开刚刚开始接受 接受OOP的话 如果你看一个最最近版的GQA的话 因为它代码太代码量太大了 看起来可能就看不下去 没那个耐心 所以你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版本 GQA版本的话呢 从早期的1.0到现在的最新的版本的话 它的代码量从一个信心增长的一种趋势 早期的话呢不到2000行 1800多行我记得 到现在的1万多行 是不是 所以我就挑了这样一个版本 1.2.6这个版本 为什么挑1.2.6 因为我们现在通过学习的话 了解了股价 而且网上的话呢 有一个网站是挺好的 就是GQA的一个Source Viewer 是这个网站 James padolsey.com 这个东西 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2.1.3 或者是从Github上下载的更新的 以及早期的1.2.6 最早呢只有这个 你选了这个版本了之后呢 比方说我们 我们选这个最早的版本1.2.6 然后你在这里呢 输入一个具体的方法 比方说CSS方法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它的这个本身 某一个具体方法的一个软代码 啊 这个网站呢 会帮助大家 学习GQA的软代码啊 当然这个地方 你可以改它的那个 代码的一个样式啊 高量的样式 啊 进入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的股价学习呢 也是也挑起了这个版本 1.2.6 啊 当你真正进入到GQA软码的学习的话 我建议大家 和1.2.6和1.0 最早期的版本呢 结合起来看啊 这是可以的 因为1.0 1.0那个版本 它的代码就太早了 太out了啊 有些东西 在最新的版本里面 基本上都已经改过了啊 这个的话呢 相对来说 改动还不是很大 一些核心的东西呢 变化不是特别大啊 所以学这个还是很 对你学最近的那个GQA版本 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好 说了这么多的话呢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那个GQA的一个软代码的一个学习阶段啊 学习的话 你下载了这个GQA1.2.6的话呢 一看的话 会吓到你 是不是 有三千多行 而且这样看起来也很困难 是不是呢 这么多 那么也要感谢这个sublime这个编辑器啊 它有个功能就是什么呢 因为通常我们学的话就是先想整体的了解一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然后想这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的一个细节的学习 那么这个 这个编辑器呢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什么呢 有个代码折叠 你就可以选这个啊 它进行整体的折叠 还有分级别 二级三级四级这样折叠 所以我们首先把它折叠起来 整个折叠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啊 这里看上去少了好多了啊 这样就对我们了解它的整体股价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你要知道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它的接溃核心功能也就三个 一个是选择器 就是对多么的选择以及操纵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阿甲克斯 再一个就是动画 这是这个 好 那么了解这个之后 我们就整体上把那个代码过一遍 首先呢 那这里呢 就定义了一个 匿名函数 是不是 然后加了一个括号 就是 表示它 立即执行的一个匿名函数 它的目的 根据我们学习的 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减少一些全局并量的问题 减少冲突 是不是 在这个匿名函数里面呢 首先呢 它定义了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后面会讲的 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你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写在里面的所有东西的话呢 外面是访问不到的 所以呢 你就需要把GQuery 以及美然符号公布出去 是不是 所以它接下来一个东西的话呢 就定义了一个变量 然后把GQuery 以及这个美然符号呢 暴露到Windows 都向你们去 那么在外面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GQuery和美然符号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函数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的选择器 以及它的上下文 这就是函数的实性 那么这个地方定义一个变量的目的呢 就是在内部使用这个GQuery 当然有人说你不定义 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么你在内部使用的话呢 就直接打GQuery也行 但是因为那个依据那个 GIS查找变量的那个 前面我们学过的那个染者的话呢 如果你定义一个变量的话呢 它的查找的性能要好一些 这就是它的那个 为什么这样内部 还要这样定义一个变量的作用 好了 有了匿名函数 有了公布出数的GQuery 以这个以外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 关注这些细节的东西 我们就不接受 这个政治表达是是不是 它也有些比较明细的注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它就弄了这个 这个前面我们就见过的时候 在讲那个extend回顾的时候 就讲插件 这个fn 那fn到底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软型对象 这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啊 就等着它 那么这个地方意味着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你的fn 在后面加上一个某某属性 比方说加一个css 点css 那就代表着你选gQuery对象 就多了一个css方法 这就是它的本质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那个扩展的时候呢 往fn上加就是 就是给它添加一个实力属性的情况啊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先暂时不看的里面具体有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也不看 然后我们会讲这一块的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两个内部的一个函数啊 这些这函数没什么好看的啊 这个别人这个就得了实情 这个是评估那个脚本的是不是 有了这个的话呢 它就现在又多了这个 这个注意看的啊 首先接溃的的话呢 给它加一个extend属性是不是 但是附了一个指示方形 也就表示它这个方法啊 接溃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个静态的extend方法 这个我们讲插进的时候都经过的是不是 然后等 等于它的那个gQuery对象的一个extend方法 然后都是这个方法的实现 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就是 其实它的实现就是一个继承 就是一个对象的继承 它是用那个复制的方式啊 就是把一些属性从一个地方 复制到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继承的啊 后面我们会看这个方法的实现体 大致的描一下 然后 这个的话呢 在它的内部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个我们不用管它啊 我们也不会实现它 就是确定一个唯一标识服务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 就会给它gQuery.extend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说过 是一个继承的方式的话呢 也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复制给gQuery 那也就是说给gQuery 添加静态方法 那么相应的啊 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用管它啊 样式啊 浏览器啊 那个agent啊 browser这些东西 确定浏览器了 是不是 然后这里呢 又实现了一个给gQuery 添加静态方法 那么你就说 看到这两个好像都一样 为什么这样搞两次呢 它是这样的啊 把一些相关的方法呢 组织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 内部到底是一些什么方法 你可以看到这些静态方法 我们都用可能就用过了啊 判断到是否是一个函数啊 不冲突啊 这些东西 比方说再看一下啊 比方说它的数字缓程呢 这些东西啊 这是一块的 它就把它归类到这一个地方去 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啊 这是这个啊 把它折叠一下啊 把它啊 这是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一套方法了啊 你也可以看一下 啊 就是核子模型啊 属性这些东西啊 你现在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这是这个啊 就是把它的一个方法呢 为什么这样搞呢 就是把它方法分类啊 并如一个整理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目的 然后接下来就给gQuery添加了 三个静态的意气方法 就是重载了 是不是啊 把它分开写啊 在使用人员来说的话 就是都是调用意气啊 就是这个 我们也不用管它 然后呢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辅助函数 一个工具方法 是不是啊 然后这里呢 又添加了一个 又给gQuery添加一些静态方法 你也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啊 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很少用 这里面啊 啊 这个地方我们倒是用过的 是不是啊 find 就是查找 这是最强大的一块 就是选择器的那一块啊 啊 这是这一块 也是属于静态的啊 啊 然后这是就是试镜了啊 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实力 对象的实力方法 啊 它有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都我们都用过了 是不是啊 很明显 这是试镜处理那一块 啊 扮演的 Aun啊 Trigger这些东西 这是 给DOM燃塑 给选择的那个 添加试镜的啊 这又添加了一个 全局的一个静态方法 你看一下它又又有什么东西呢 啊 这就是DOM ready的那一个啊 这是这个 啊 了解一下啊 啊 然后的话又是一个函数了啊 普通的函数 内部还有一个变量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关于 清智了动画那一块啊 滚动啊 这些东西了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 就是 这是阿甲克斯这一块 是不是 啊 这是这里 啊 后面的话呢 就是对列了啊 有了这个阿甲克斯对列啊 比方说FN出对 这是出对 这是入对的一个函数啊 然后这是动画对面的 我们都知道 学动画的话 它就默认就是有个什么FX 是不是啊 对面啊 关于对面处理的一些 因为对于所谓的动画的话 无非就是改变它的座标啊 透明度啊大小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 平一位啊 左啊右啊 宽啊高这些相关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整个的结构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你回顾一下的话呢 你整个扫描一下的话呢 其实你发现 它的核心股价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照着它写一下啊 从您开始写 首先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函数 一个匿名的函数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 开始写代码了 然后把它进行立即调用啊 这样调用一次啊 这就是JQuery的一个核心的股价 然后它的股价里面呢 首先就是这样的 你这样匿名的很多东西 所有东西都不能暴露 是不是啊 所以就需要写上这样的东西 JQuery 等于window 点 比方说点JQuery 然后等于window 点每人符号 然后等于一个函数 我们现在函数不实现 啊 这就是把 把JQuery 和每人符号 暴露到外面去 以并让使用人可以用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 它其实干了个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对软型进行处理 比方说JQuery的软型 点Prototype 等于一个对象 等于一个对象 就是这样写的 然后呢 它就给它附了一个值 比方说附了一个JQuery 点FN 等于它后面在外面使用人 然后呢 就用它来写 而不是用这个来写 是不是 就是这个目的啊 这是第二个核心的点 那么第三个核心点是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用 外面FN 就是外面你这样写的时候呢 点FN 点别人XXX 等于方个性的话 就相当给它添加来实力方法 是不是 就是在它的记者上写的 给那个别人简化一下 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给它添加那个 继承的功能 它的继承功能 它就是静态的和实力的extend的方法呢 都是指向同一个 所以是这样写的 GQuery点静态的extend的方法 等于GQuery实力 现在就是这个了 其实就是软语型上嘛 FN 点extend 等于一个function 好 这样 这就是给它实现继承的功能啊 就是这个第三个核心点 那么第四个 第四个核心点呢 就是 我们刚才后面前面已经看到了 就是给它加一些静态的方法啊 实力方法 所以是这样的 加一个静态方法 比方说GQuery 点extend 这就是给它加静态方法 这样 这里面呢 就是传一个对象 这就是对它进行扩展的啊 说到这里的话 跟大家提一下 这种方式呢 在GQuery实现你 你传一个这样的参数的话 是给它扩展 就是相当于插进 如果你传两个啊 GQuery使用的过程中 比方说 GQuery 你传这个 点extend 传一个对象 传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地方 就不是插进扩展了 就是把这个里面呢 扩展它 它啊 说一下 这里只需要传 这里就传一个 添加一个静态方法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呢 就是给它添加实力方法 GQuery 点fn 点extend 的括号 刚才一样 这样 这就是给它添加一个实力方法 所以说它的核心的话呢 就是这么几个 这里就是暴露 暴露 外部使用的 一个接口 就是啊 其实就是一个方法的名字 是不是啊 第二个呢 就是处理它的软型对象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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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型 对象 一并以后做扩展了 或者在后面写代码 用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行一个继承 实行继承 好 然后这一步的话呢 就是一个 实行啊 添加一个 添加静态方法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添加 添加实力方法 就是这个 它的核心股价其实就这么一点点 然后后面的一些主体的东西 就是一些主体的实行 比方说这些添加的这个 里面添加一些阿甲克斯啊 添加一个选择器啊 那个CSS方法啊 扮演的方法啊 事情处理啊等等 就是在这里面一个个的实行 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股价 然后把这个股价里面的 我们进行一些精进的 一些偷懒的实行的话呢 了解整个机会怎么运行起来之后呢 基本上 定如你后面的学习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啊 特别是结合 我们刚才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站 了解它的每一个方法 一个主体的软代码呢 两者一结合起来 在上网查一些资料 从头到尾把机会的代码看一遍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AGS了解呢 就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啊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把股价搞清楚 下节课呢 我们就移住这个股价 把它一个一个的实行出来啊 好 谢谢大家